大家好,欢迎关注学堂百科 全球最成功的创业企业有哪些? 2021全球独角兽榜单滑落谁家? 根据胡润研究院的统计,全球有1058家独角兽企业,比2020年增加了472家 美国以487家排名第一,比去年增加254家 中国以301家排名第二,比去年增加74家 美国和中国占全球独角兽总数的74% 印度超过英国以54家为了第三,比去年增加33家 英国以39家为了第四,比去年增加15家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估值增长1.7万亿,达到2.3万亿元 超过蚂蚁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独角兽 蚂蚁集团以1万亿元估值排名第二 伊隆马斯克的SpaceX估值增长4000亿,达到6400亿元 排名上升两位,至第三成为美国最大独角兽 673家独角兽上榜,其中美国347家,中国146家 新上榜独角兽包括元气森林,迪迪霍运和卫龙等等 201家去年的独角兽退出榜单 旧金山成为全球独角兽最集中城市 比去年增加83家达到151家 北京以91家位列第二,纽约排名第三,增加52家,达到85家 上海增加24家,以71家,位列第四 深圳以32家,保持第五 独角兽数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中有6个在中国和美国 有42个国家至少拥有一家独角兽 两年前只有25个国家 墨西哥、荷兰、巴哈马、比利时、智利、捷克、丹麦、挪威、塞纳加尔、泰国、土耳其、阿联酋和越南 这13个国家今年首次有独角兽上榜 而意大利、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波兰 这几个世界GDP大国却在160个没有独角兽的国家之列 企业管理、金融服务和零售行业受独角兽影响最大 其次是医疗健康、物流、网络安全、运输和消费电子行业 金融科技行业领先有139家独角兽企业 其次是软件服务134家和电子商务122家 其他包括人工智能84家、健康科技80家、网络安全40家和生物科技31家 红杉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独角兽投资机构 投资了全球五分之一的独角兽 老虎基金超过软银成为第二 前三大投资机构共投资了500家独角兽 约占全球总数的一半 平均而言 这些公司成立于8年前 即2013年 81%销售软件和服务 只有19%销售实体产品 53%直接面向消费者 47%是B2B企业 受独角兽企业影响最大的行业是企业管理、金融服务和零售 上榜独角兽企业总价值23.7万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德国的GDP 美国尤其是硅谷 吸引了最多来自海外的独角兽联合创始人 其次是欧洲 移民的独角兽创始人中来自印度的最多 其次是中国、以色列和俄罗斯 胡润百副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 2021年是一个世界级的创业大年 全球独角兽数量达到1000多家 几乎是去年的两倍 主要是因为美国独角兽数量的激增 哪些行业潜力最大? 世界上一半的独角兽都是金融科技、软件服务、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和健康科技领域的公司 网络安全和区块链今年新进前十大行业 这些领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资本正在投资的领域 2021年也是元宇宙的元年 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与元宇宙相关的独角兽 每期讲座还有诱人的抽奖环节 实惠的礼品卡等您拿 奖品封后中奖率高 每周六晚六点 安心学堂 不见不散 阿拉伦 鬼优棒 你能ры个人赌财 这个人赌财 而这些人赌财